在我们身边这三辆的是马来西亚最热门的日系B-Segment车弹 今天我们把三款车拉出来就是做一个对比 希望可以帮助到正在考虑这三款车的朋友 我们会从五个点入手 分别是外观设计、内装设计、空间、安全配备 还有通力配置 所以如果对这三款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把video看完 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这个各花鹿各眼、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不过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三款车其实原厂都有为他们推出官方的body kit 不过在Honda City这边呢 它除了有这个modulo的body kit之外呢 它这一次也有这个RX的版本 虽然以前也有RX的版本 不过只有EHEV车型有 可是在小改款之后呢 它就是有一个Petrol的RX版本 这个外观设计 其实如果单单以这个运动氛围营造的话呢 我觉得City是稍微强一点的 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观 不过讲老实话 Almera的设计也很好看啦 然后我旁边的两辆车呢 原厂的body kit 这款已经在装在上面了 至于Almera呢 上面则是有一个叫Tormel body kit的 那个设计也非常的夸张 但是喜不喜欢就看个人 然后在剩下的细节部分呢 三款车都有LED头灯组跟LED尾灯组 可是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现代化设计的部分呢 Vios跟City其实会比较好 尤其是这个City的尾灯呢 它是采用了这个大面积的3DLED尾灯组 晚上的识别度很高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City的 但是其他两款车确实也不错啦 三款车你喜欢哪一个 影片的下面留言下 接下来我们就讲内装设计的部分 因为你每天开车 你面对最多的就是内装 所以内装对于一个驾驶者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其实这三款车同样的 它们的内装设计都是大同小于 我们就来讲它的配备的部分 三辆车在顶级的版本呢 都是有给到一个7寸的半数位化仪表 这一点要给赞 而且这个半数位化仪表 可以显示的资讯也很多啦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我蛮喜欢的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个车载主机的部分 Vios的车载主机呢 是这个悬浮式的设计 而且尺寸是9寸 其他的两个版本都是8寸 它们都支援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你没有听错 连Almera都支援Android Auto了 可是Almera的Android Auto也好 跟Apple CarPlay都好 都是要Cable的 至于在Vios跟City的部分呢 它们的Apple CarPlay是支援 无线的Android Auto就需要歪压啦 这一点呢 我觉得那两款车是略胜的 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HONDA City的萤幕 虽然小开款之后 它的设计没有改变 尺寸没有改变 但是它内部还是有升级的 首先它采用了一个贴合屏的设计 加上它的分辨率跟亮度都有提高 因此在大太阳底下呢 你不会讲看不清楚 或者是有反光 它的显示效果很细腻很出色 然后重点是 它这个看起来 我觉得它应该是三款车里面 这个视觉效果跟显示效果 最好的了 其他的车子 翻光有点明显 至于这个Vios的emote 其实显示效果也不错啦 也是足够高清 而且尺寸最大9寸 然后 比较可惜的是 它的翻光其实比较明显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倒影 非常的明显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它的USB插槽是在这边的 也就是讲今天 如果我要为手机充电的话 那么我就必须把USB插在这边 然后我的手机才可以充电 因为相比起其他两款车呢 它们的USB插槽都是比较隐密的 只有Vios的在这边 所以 整体来讲 其实它就不会太美观啦 然后接下来 就是这个steering的皮革 它也是三款车里面最好的 我建议大家自己去摸一摸 这个皮革摸起来的感觉 确实很upass 我很喜欢这个steering的皮革 接下来在娱乐配备的部分呢 HONDA CITY配备了8个扬声器 其他两个对手只有6个扬声器 另外呢 在电子收刹车的部分呢 Vios跟CITY其实都有电子收刹车 但是这个CITY呢 只有买到顶级的RSE HEV才会有 接下来我们又要讲到它的这个车身尺码的部分 首先三款车里面 HONDA CITY的车长跟车宽是最大的 而且优势非常的大 它的车长甚至接近了HONDA CIVIT FD 只是它的轴距稍微短一点点 大概短的2cm左右 它的轴距是2500mm 这下两个对手都是2620mm 可是空间表现CITY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三款车的前座空间表现呢 其实都差不多 Almera会稍微小一点 可是在后座呢 CITY跟Vios还有Almera相比呢 它的头部空间跟脚部空间 就是完全胜过这两个对手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载人跟载物的需求 CITY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注意在尾箱空间的部分呢 HONDA CITY的尾箱最大 519L TOYOTA Vios呢 475L 至于Nissan Almera呢 是482L 但是三款车里面 只有TOYOTA Vios呢 是不支援六四分厘以备倾劳的 实用性输了一点点 接下来就要讲到大家最在意 也是最有兴趣的地方 就是Engine的部分 先看Nissan Almera Nissan Almera是唯一一款采用 1.0公升涡轮增加引擎的车款 它的扭力表现是最高的 达到了152Nm 同样的它的马力也是最低的啦 只有98hp而已 接下来的两款车都是采用1.5公升的 自然进行引擎 TOYOTA Vios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04hp 峰值扭力表现138Nm 然后HONDA CITY的部分呢 最大马力表现118hp 峰值扭力表现145Nm 所以可以看出 马力最大的是CITY 然后这个扭力最高的是Almera 那么要怎样去选择 Almera呢 因为它是Turbo Engine的关系 有这个低转高扭力的特性 因此它在四驱驾驶会比较灵活一点啦 但是HONDA CITY的部分呢 它除了在四驱驾驶 其实也蛮灵活之外 它在高速公路巡航的时候 它的动力储备会比较强 所以整体来讲 确实CITY会均衡一点啦 不过有一点要告诉大家就是 三款车它们的油耗表现都一样的出色 最后一点要讲到的就是汽车的安全配备 现在人买车都是看安全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安全配备拉出来讲 先讲HONDA CITY 全车系标配HONDA SENSING 也就是讲你买到最入门的HONDA CITY X呢 都会有ACC啊 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如果你买到HONDA CITY RSE HEV的版本呢 它的ACC还有Law Speed Follow功能 也就是讲Stop and Go啦 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Toyota Vios 虽然Toyota Vios的官方表示 它是有全车系Toyota Safety Sense 可是只有顶级的版本才会有ACC 然后另外呢 Nissat Almera这边呢 它全车系标配AEV 但是它是没有ACC功能的 哪一个版本都一样 然后这两辆车呢 有两个功能是这个HONDA CITY没有的 就是360镜头跟车侧盲点侦测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总结五个重点 为大家分析这三款车的优点跟缺点啦 大家觉得哪一款车比较适合你们呢 在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最好的车的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车哦 你们觉得 如果是你们会选哪一款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期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